然後呼籲這些反同團體不要做這種無恥的事情 包括現在你們已經霸佔了這些 這三場 這個假反方的這些代表 把這個發生的權利還給婚姻平權團體 還給同運團體 過程中的對話 不同意見的交鋒 乃至於呈現出事實給社會大眾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變成要求大家說 那你就去增加辦公室 以後我們公投之前到底在幹嘛 以後我們每一個公投之前的正方跟反方 到底都在準備幹嘛 籌備辦公室 而且籌備對方的辦公室 真的全世界的公投有發生過這種事嗎 如果你現在秉持這種意見 跑去灌這些同運團體的這些 留言 他們的粉專或在網路上面上播這種資訊 你要想一下你是怎麼看待直接民主 你要想一下全世界有這種公投制度嗎 這是滑天下之大機 所以我在這邊 我當然知道很多這種留言者 其實就是反同團體他們在弄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講 呼籲這些反同團體 不要做這種無恥的事情 包括現在你們已經霸佔了這些 這三場假反方的這些代表 把這個發生的權利還給婚姻平權團體 還給同運團體 不要霸佔這些 應該是屬於真正 長期為這個同運發生的這些人 的發生管道 不要做這種無恥的事情 不要讓台灣的這個民主 成為全世界的笑話 你們這樣的做法其實只是掏空了我們 好不容易爭取來的這個公投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在這邊是希望 中選會儘快的提出一個清楚的交代 並且應該要給補救措施啦 因為還有很多案 未來也還有很多人要繼續推公投 希望不會成為世界的笑話 好不容易 多保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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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